台湾演员杀进内地演艺圈拍戏 火红的程度从大陆一路延上回台湾 像是贾静雯的《大汉天子》 苏友鹏的《雨天屠龙记》等 在大陆皆有超高的知名度和人气 Vivian 徐若萱从少女队出道以后 便常在台湾的电视剧和香港的电影中演出 近年来 徐若萱不仅在唱片市场陈起斐然 更参与纪念大陆百年电影的 一轮明月《红衣法师》的演出 剧中和大陆影帝朴纯星饰演一对 爱恨交杂的情侣 一向敬业客气的徐若萱 不仅是片场里人缘极佳的田几儿 生动细腻的演技 更令大陆影星各个试探为观止哟 非常人的Vivian也来到棚里了 不过跟这个我们朴大哥 我刚刚说你是他在台湾的红粉之节 我觉得你一讲 在台湾相遇有点特别奇特的感觉 对 很奇怪的感觉 而且他头发长出来了 我上一次最后一直看到他 他是光头 你这样讲 因为误会 一度以为他用什么药水 有没有 身材的水 可是因为电影的需要 也就是你们两个合作的红衣大师 对 在...因为第二次你去看他的时候 他已经是出家人了嘛 那个时候在戏里面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头发很多 然后电视去的时候他整个剃光了 我吓一跳 嗯... 不过其实两位要谈一谈 两位合作的这个红衣大师 这部戏里 其实我刚开始不是很了解 红衣大师的故事 然后后来我就去 仔细的去读 然后我第一次到上海去的时候 跟蒲大哥碰面 我们都还没有开始拍的时候 他就坐在我旁边 开始跟我讲红衣大师的故事 然后刚开始 他跟你讲啊 对 刚开始我觉得他是蒲老师 慢慢...我觉得他李淑彤附身了 慢慢...开始变成红衣法师 我就觉得很... 他入戏入得很快 然后整个在拍戏的感觉 他其实是一个蛮严肃的人 老师 对 随时随地人都在那个角色状态里面 可是他对工作人员跟对我 就是其他演员又很好 这个太有意思了啦 因为通常比如说 可能导演要教戏 会多说一点情节故事 但是你一到那儿是男主角自己 跟你讲说这个故事 对 对 导演也有在旁边 可是他自己读了很多很多嘛 红衣法师的书 我觉得他好用功哦 蒲老师得读多少书 你再接一个角色 没有啊 研究一个角色的个性生平的时候 傻笑了就 是啊 我靠我 他耳朵都红了 对啊 老师 得读多少资料 比如说我们就讲这个红衣大师 你应该看那个 研究红衣大师的人很多 我最早看红衣大师传的 是看台湾的作者叫陈慧健 写的红衣大师传 那后来接触了很多 包括你们台湾的学者 林股方先生写的书 对我都是影响很大的 其实许者轩一开始 他说红衣大师的第一句话 说哎呀 他好绝情啊 不可理解啊 但是拍着拍着 我们之间的入 入很尽情的戏 他都完成得很好 我们在那个 你来红衣大师那个宿舍里面 拍那个告别的那场戏 剪 现在剪出来非常好 他对 他的那个分寸非常好 就普大师已经看过 因为普大师啊 普大哥已经看过 看过这个初截 但是一点还没看到 我还没有看到 你现在如果去北京的话 你能看到 好想看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 从年轻演到老 然后我也是从年轻演到老 然后刚刚讲的那场戏 已经是大概我到 从学生 然后到三十几岁的那个时候 要别离的时候 跟大家交代一下 其实这个李淑彤 他本来其实是 就是一般人 但他其实因为妈妈是这个 就不是正宫啊 是人家小老婆嘛 从小这个生长就有点被欺压 然后后来长大了之后呢 他有很会很多的艺术 不管是书法啦 这个钢琴啦 油画 然后到日本留学碰到你 你也做好多功课哦 昨天读完了一本好累 你知道吗 然后碰到你之后呢 碰到学子之后 两个就这个开始爱上了 对不对 然后后来你就把他带回中国了 也生了个孩子 但是 没有生孩子 我读过那本有孩子 拜官也是 关于学子的资料 每一个书都写得不太一样 所以我其实还蛮难演的 所以我会一直请教蒲老师 有时候我自己会演过头 像年轻的时候我都不晓得 我好想重拍哦 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 拿捏得不好 我有时候会有现代的那种动作 跑出来 但是其实古代的女人 是很含蓄 很害羞 那我有时候穿那个木鸡 夹脚拖鞋 已经穿坏三双 因为我就会现场就咚咚咚咚咚 你知道现在女生都比较粗一点 然后鞋子穿会三双 然后蒲老师就会跟我讲说 古代的女人应该是 你这个地方要在轻声细雨 声音在轻声细雨一点 我就 不好意思 所以其实也是一路演 一路琢磨这个角色个性 对不对 老师您要讲评一下她的演技 在内幕啊 因为其实我想应该是最高潮 大家情绪都崩在那儿 等着流眼泪啦 这个徐若萱的表现如何 大家有给她鼓掌了 因为那个我们拍那场戏的人 真的是她真的是自己由衷的动情的 那是最重要的 但是她的优势是她会日语 她日语说的很有味道 我们的 你也不错啊 她要教我呀 因为我是完全是生机应肺 她有些帮我 你的日语会不会有点金片子味道 对啊对啊 但是好在是我 不管怎么说我是留学的 本来就是中国人嘛 谢谢 谢谢 来来来来 我们来给吴老师来几句寓语 来来来 应该还记得 应该还记得 有 很标准 她刚刚讲的这一段是 你也忘了 你刚刚讲这一段 不要记得 对啊 对啊 我们不是 而且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对 那我们两个在里面 有一半是日文的台词 一半是中文 那其实我没有那么困难 但是她 她是完全不会日文 然后她还可以背到 几乎没有因为日文错而NG 我觉得她好厉害 没有没有没有 你这 是天赋还是这个 发音应该是不准的 但是人家听明白就是了 对 我又问一下浦老师 这是天赋异禀的 就是您在戏剧上 就是有这种博学强技的 这个天赋 还是私底下很用功 私底下要用 得用功 要很长时间的 背那日文台词 在加倍了多久 提前一个月吧 你必须准备了 提前一个月背 那在里面还有这个 又要弹钢琴啊 弹钢琴也是瞎弹 弹曲琴也是瞎弹 但是一定按着 要按执法 要把那个音乐家的执法拍下来 在家里头练一练 对 大师手上已经多了一串佛珠了 您在接受谈问的时候 为什么就是 你觉得这里有妖气在 有没有妖气啊 不是啊 这个佛 因为人人都是佛啊 人人心里都有佛啊 佛应该是文化 我们可以不去信 但是我们要学啊 嗯嗯嗯嗯 我现在到了这个层次 就是我要愿意去学啊 嗯 也是因为演出这个弘毅大师吗 对 不过这中间 因为演员读剧本的时候 难免有时候自己会是个观众 因为你是一个这个局外人 先看这个故事嘛 那看到那一场的时候 其实徐若萱就觉得 你太狠心 怎么可以抛弃 他那里没有气质 就是抛下我 我跟你从日本到中国 然后你决定要出家就出家 你那时候一开始看到 是觉得很气吗还是 我没有办法理解 嗯 那我觉得就是 我不晓得 我现在也没有想过说要出家 所以我还是没有办法 抛弃那种七情六欲 嗯 还没有想 自己还没有到那种境界 所以当然在看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理解 所以你那时候是 因为他完全没有商量过 就直接出家的 嗯 那种演出的心情 就是眼里还是有杀气的那种吗 对 那时候 没有杀气 绝望 嗯 对 这个人的那种感觉啊 他只要是有一种愿意 愿意进入的那种放松 投入进去 嗯 在环境中你会去 寒毛孔是张着的 嗯 你去能感受 他适应能力很强 嗯 嗯 呃 其实不是在演自己 嗯 其实在感受环境 感受情节 嗯 感受对方 互相的 我也是要通过他的身上 他表达出来的东西 我才能表达 对啊 我一直觉得我那句台词说的不好 哪句 爱是什么 对啊 对啊 我就是只有挣脱开你的那段 我觉得我 但是不容再拍了 你没有要从业呢 不能再从业 那一段词说的是什么呢 对啊 他说我就 我就是我就是我好像 虽然我的眼睛一直在寻找 但是我好像 扔着我没有寻找到什么什么东西 我好像拥抱了你 拥抱了五千年 可是我仍旧感觉到很空虚 实现他对人生的那种追求啊 他他不知道自己是 他其实红衣法师当时也是不能自己的 不能不能自知的 嗯 他只觉得他必须去结束 必须去往前走 易达夫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句 表 曾因酒醉编鸣马 人生很潇洒 那么贵重的鸣马 鞭打他去驱赶他去驰骋 第二句就是 只怕情多累美人 人有的是承不住自己的情感的 他只能离开就走 嗯 他生命中 他跟学子之间的关系 他不能真的是怕累到他 他觉得学子是一个日本 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子 而且有艺术天赋的人 把他弄到上海来圈养着 毫无毫无作用 他自己生命中那段时间很失望 很无奈很很灰心的 嗯 他他也怕耽误学子 实际上 实际上 红衣法师他不是那种 就是勤勤我我那过小日子 去买 买酱油 买菜过日子的那种人 嗯 所以他 他应该去完成 所以说他为了 他 他是真的 他那么绝情的对待学子 他也是真的 所以这是生活中很无奈的命运的那种 那种东西 所以说情感的东西是很复杂的 对 可能当时那个时代啊 也没有这个研究两性的学问啊 嗯 两性的这个学问 如果在当时有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男人太自私了啊 而女人要的幸福 不是男人想的那种幸福 对啊 男人要的幸福有的时候可能女人也给不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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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钱 pirates fry 处理 娘 每 episodes 都 胃